大家好,我是鄭永鑫 随著全球局勢的變遷 企業在產業分工中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是企業永遠的課題 而要如何結對而行 才不會在混亂的世界局勢中迷航 匯聚許多台灣中部上市上櫃公司經營決策者的潘石惠 近期舉辦國際經貿合作論壇 邀請產官學等經營人士 針對全球科技產業趨勢變化 國際布局及跨國際合作等面向進行分享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聽聽前工研院副院長張培仁 以全球科技產業發展趨勢及台灣立即為主題 分享他對於企業跨國迎戰全球經貿的看法 我想總統有三個委員會 一個是氣候變遷 一個是任性社會 另外一個是健康促進等等 那過去賴總統也提到過這個 五大信賴產業等等 所以我等一下的報告 其實我想整個內部的作業跟政府的政策其實非常match 這個對公研院來講最重要有幾個keywords 一個是整合 整合 第二個是國際化 創新本來就是我們的基因 但是有很重要一件事情 跟過去公研的定位有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其實是協助中小企業 國際化跟轉型 我想是過去在公研這麼大的研究機構裡面 比較少去談大東西 那這裡有四個方向 這個字很多啦 其實字的方向是這樣 第一個column 第一個column講的是數位 其實講起來總共只有四個關鍵字 第一個column講的是數位 數位發展 網語就是我們叫那個metaverse 那移動革命就是因為數位能力的發展帶來的移動革命 車、船、機等等 第一個column是這個意思 第二個column講的是健康促進 包含成功老化 那第二個是健康進化 第二個column 第三個column是跟減碳 跟減碳氣候變遷 大致上氣候變遷能源 還有再加上是物質循環 我們過去講那個secular economy 第四個是一個韌性社會 所以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大致上就幾個關鍵字 第一個column就是digital 第二個column是health 第三個column其實是climate change 或講精靈碳排 第四個column我們講resilience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韌性社會 大致上是這樣 歐洲、日本、美國大致上都差不多 就是前三個 那韌性社會這件事情 我們是特別提出來 尤其是最近 不是最近 就是過去幾年 因為有疫情 又有美中的競爭或是摩擦 所以我們特別加上一個韌性 所以我們加上一個韌性的社會這樣子 所以在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研究 大概主要技術發展區 就剛剛講的那三個 就是智慧、健康、永續 那當時有兩個短期的效果 一個是疫情 一個是美中摩擦 那平常的AI包含數據 數據、AI模型、運算力 運算力包含晶片跟Server 那台灣真正厲害是在後面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這個AI的這個 data本身跟那個 這個模型本身其實沒有那麼強 沒有那麼強 我們真正厲害的是晶片的製造那一部分 晶片設計部分我們其實也沒有很強 但是後面Server是很強 所以沒有關係 因為全世界這麼大 全世界這麼大 我們台灣說到白了 就是說台灣的GDP大概是全世界20 公主委20、21 所以以我們這個規模的國家講白一點 有兩三樣很厲害就已經很厲害了 德國自己出了一篇報告 就是他們講他們的 為什麼半導體這個鏈對他們之處 他自己德國自己做的報告是這樣 他說一塊錢的IC會影響11塊的模組 就是一塊錢的IC沒有了 就11塊的模組就沒有了 11塊的模組會變成121塊的終端產品 那對德國來講 其實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汽車嘛 所以意思是說一塊錢的晶片不見了 它汽車的這個Revenue會變成121塊 無人機剛好給我們一個機會 但是我現在是這個 關起你們來講 無人機是因為大疆人家不敢買 你如果真的就無人機技術的話 大疆很厲害 我老實跟各位大疆真的很厲害 你如果要做那種便宜的 很難打贏了它 但是我們會找到一個逆取是 很多地方不敢買大疆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一個資訊平台 無人機就是一個資訊平台 你就怕被它看光光 所以很多國家是因為安全上 資訊安全上不敢買大疆的東西 所以軍事的東西 跟政府的觀光設施有關 基本上他們不敢買 這剛好給台灣一個機會 2024年全球趨勢 將成為一個競爭更加激烈的世界 現任磐石會會長 同時也是巨龍纖維的董事長周文東 領導纖維產業已有20餘年的經驗 近年各是在綠色轉型的浪潮中 布局海內外 加速低碳排的產品研發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它在面對全球化趨勢與挑戰時 如何帶領纖維產業朝向國際化的布局 實際上我們在講那個 國際化布局 我們磐石會裡面 很多大咖的都已經早就全世界布局了 比如說我們橋山 我們洪泉 百合 這個 不剩美幾 對我們來講 我是都在台灣 30幾年都在台灣 所以這個 等一下我報告大家就知道 我們要愛台灣的 其實不容易 光人造纖維這一塊 這個是整個全球人造纖維的產量 那最大的 就是2023年的數字 中國大陸已經佔了70% 那印度還剛剛在成長 所以它只有7% 那歐洲呢 5% 美國4% 印尼 台灣其實也只有2% 這個是 整個都是被中國大量擷取之後 大量生產 它國家資源全部投入 然後 它當然有很多補貼 然後規模化 所以它的價格壓得很低 那 當初他們那個 內需切口很大 那 大量投產之後 他們的戰略呢 就是 計畫經濟 那 計畫經濟 本來是 應該剛好就好 但是它的目的 就是要銷到全世界 創造外匯 所以造成 我們現在就面臨他們的競爭 電力 那怎麼樣穩定 低成本 又低碳牌 這個在 在各行各業 它是 有結對的 跟我們的成本有關 為什麼台灣做不下去 就是 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個關稅問題 這個是 勞工成本 這個大家也都比較清楚 我們 我們的 落點是在這裡 這些都是 目前都比我們低 當然這些都是先進國家 我們如果要去生產 在地供應 去哪裡 也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 像那個 台積電 它會去不可 它的毛利 五六十趴 它是應該是可以承受的 這個台灣 這個 又要調整了 要調新 這個關稅 另外一個障礙就是關稅 我們這個 RCEP 我們沒有 但是我們這些 動足先機的 他們早就過去了 這大部分都是下游 下游用很多人力 都跑過去了 這個CPTPP 這個我們大概也沒分 也沒分 但是我們很多同業 也都先過去了 這些都早就發現 我們這邊的成本 可能他用的人 比較多 他就更敏感 就趕快過去了 但是這個LTA 是好是壞 不知道 但是 你沒有去就是 跟他們隔離 你就是要互費 人家不用互稅 就是 考量這些成本 這樣 用成本來看的話 中南美做事 這裡是有它的優勢 如果用研發產品 特色產品的研發 我們是透露很多 它那些 好的東西有研發 有技術 有營業秘密 有這個 特殊產品 那品牌就會來找你的 你就要留在台灣 那如果市場呢 就要靠近市場 減少運輸 提高供應鏈的效力 那這個低眼睜智 大概就是 要往 東南亞 中南美去跑 那另外就是 跟品牌要對接 你 不去設工廠 但是有可能要 設行銷祭典 和那個 A5G的 這個是我簡單的 那個分享 隨著全球對於減碳 和新能源的關注加深 電動車產業的發展 成為了新興市場的新戰場 車王電子董事長 蔡玉慶動足先機 在他的領導下搶公了 國際電動巴士產業 給台灣一個新的機會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聽聽 他是如何抓住這波浪潮 攜手上下游 一起開拓國際市場 我們談 產業轉型 我告訴各位 這個時代 轉型不一定會救得活你 轉頭一定會救得活你 我講的是川普 一轉頭 輕輕傷到 而且可能當總統 轉型不一定不能活 我大概以四個 就是我談產業轉型 跟國際布局的四大策略 我公司在推動的四大策略就是 專精核心技術 加速全球布局 三個模式的轉型 跟數位製造 把它整個貫穿起來 我講的很多書 裡面提到公元2000年 一部引擎 大概25%是電子化 那時候台灣福特 玉龍 根本沒有電子 拿來電子化 但是我就毅然決然的 就是投入尋找汽車電子 所謂成立名叫做車王電子 第一個做engine ignition 聯繫系統 發電機的控制系統 那目前 目前大概行銷的國家 講實際的 各位都知道 幾乎大部分地圖打開來的 差不多都有行銷 當我在做engine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鎖定的 事實上公司誰嘛 規模誰啊 那時候我資源有限 所以鎖定就是做engine 這些非常獨特的一個產品發展 但是它的一個成長許線 大概的階段也飽和 飽和 當然你要思考engine 往上做什麼 也許你要做引擎嗎 那當然沒有能力 所以 慢慢它去飽受 在沒有飽和以前 你都要開始思考你的 第二個成長許線 老實說 我們一定 隨時都在思考你的第二個成長許線 那你看到這個圖 都是我場內的圖 也就是說我圍繞在載具電氣化 就是說我一開始就鎖定 就是載具做電氣化 這就是我要走的核心 那你載具電氣化 從原來的engine engine management system 你在轉乘電動車 基本上還是在載具電氣化 所以你力 我沒有能力 一下子跳得很遠 只不過是 基本上那個核心技術 是在那個基礎上 但是應用跟載具是不一樣的 緊接著我要談一下商業轉型 為什麼談這個商業轉型 為什麼我要去併購一個軟體公司 在車隊管理 在公共交通系統 我剛剛就說過了 你給它靠一個硬體 你要跟中國競爭 你很難的 你要靠一個 你是一個solution provider 所以你是一個方案問題解決者 那你本身扮演是類似 像一個大型的SI 那你在帶著你底下的人 在一起去幫他去做這個解決 那麼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從車隊管理到智慧充電 到所謂的虛擬式的站牌 像巴拉圭 其他中美洲的這些總統 就非常有興趣 因為巴拉圭是台灣的11倍 只有那個車牌 換Schedule 抓要打 他就沒有辦法了 全部用QR Code 馬上探討 台中市中南部的 QR Code的虛擬戰牌 大概都是我們做的 目前大概佔百分之百 最近大概也進雙北市了 所有的智慧充電 那個Vinfest Vinfest 那個越南 他是最大的集團 他的車隊 所有的車隊 所有的這些軟體系統 全部是我們台灣 由全民供應的 我記得他今年也才剛支付 這個軟體費用 這個部分 我認為也是一個非常typical的 以軟代應 就可以跟他有非常多的合作機會 AI的應用 各位 我真的提醒 我們在座各位 我們一起 一定要真的要能夠 伸直 快速的讓 我覺得台灣要贏 AI的學習 AI的training AI的學習 跟導入的速度 如果不能跟周邊的國家贏 我認為台灣麻煩就大了 我們要贏人家 這一塊是非常重要的 好 我報告就到此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